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王朝的出现 他立官分职 颁布刑法 建立军队 设置监狱 此时产生了最早的立法 使用大批奴隶从事筑筒 仕逃 造车等手工业 也出现了货币和商业活动 社会生活盛行鬼神迷信 祭祀活动经常举行 这时候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字 甚至已经产生了教育机构 舞蹈 音乐 雕刻等艺术 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 到了公元前16世纪 在东方的一个古老部落在商汤领导下起兵 夏朝灭亡 商代原是以经河南郑州及其附近为活动中心 后屡次迁都 后来并都于今天的河南安阳 即后来周朝人称为英的地方 商代的国家制度机构都更趋完备 逐步确立了王位的敌长子继承制 使用大批奴隶从事农 木 手工典 出现完整的文字体系 甲骨文和经文 尊天是鬼的祭祀活动 名目繁多 仪式隆重 青铜文化在整个精神生活中 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周原先是活动于陕甘一带的古老农业部落 也曾成福于商朝 后周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朝 自此至公元前770年 史称西周 前770年周平王把国都从浩金牵制落役 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又以前476年为界 前期称春秋时代 后期称战国时代 至公元前221年 秦朝统一中国为止 西周大型丰丰制 农业生产发达 以景田制为土地制度 手工业繁盛 石油百公之城 在思想文化方面 系统的提出了 礼 乐 行 正 一整套统治之术 很注重礼的等级关系 文字以经文为普遍的书写形式 重视教育 学在官府 东周时代 王室衰微 诸侯强大 礼乐征伐 自诸侯初 有中原五霸 和战国七雄 社会剧烈动荡 礼崩越坏 各诸侯国 尽相改革 进入战国时代后 更是相继 例行变法 军主直接控制军队 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此期 铁制工具 已在各行业中 普遍应用 私营作坊 私商不断出现 工商业城市 呈现出繁华景象 思想文化方面 出现柱子百家争鸣的 思想自由 学术繁荣的局面 儒家 道家等学派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 核心观念 其他在文史 艺术 科技等各方面 春秋战国时代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被认为是 下代文化遗址的 河南艳师二里头 发现有建筑遗址 野铜 智古作坊 和桃窑遗址 表明了 手工业生产 已有了较大规模的分工 工艺美术的存在和发展 也是不容置疑的 商代手工业 更为发达 其中青铜工艺 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 到商代后期达到 青铜艺术的顶盛期 智陶工艺的新成就 只出现了原始瓷器 牙 骨 玉 石 染枝等 其他工艺也有了新的发展 周代初期的手工器物制作 多直接继承商代风格 以后又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青铜工艺仍占有主要地位 玉器工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也不断提高 东周时期的青铜剂 更多的具有清新华美的风格特征 和地方文化的色彩 工艺制作的多种方法和器皿的实用性 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七工艺在南方各地得到了较大发展 制作精巧 这时期的绘画艺术已经走向了独立 壁画 薄画 研画 以及各种器物上的绘画性图像 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发挥着独立的功能 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城市建筑在多样化 体量规模巨大 艺术表现力增强等方面 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综合起来看 青铜艺术及工艺美术 雕塑 绘画 以及书法 等美术种类的特征 手法和成就与艺生 成为夏 商 周三代艺术成就 最集中 最辉煌的代表